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搜尋的一個技巧 那我們首先看一下 欸哥有聽過這個嗎 知識圖譜 Google的 應該是去年的時候 推出中文版的 事實上在英文版本是再早一點點就推出了 但是中文版稍微慢一些 大概慢一年多 慢一年多 那 這個地方可能 這樣講大概大家 不太有感覺 沒有關係我們來看一下 你來看看這裡 我們回到這邊來 平常大家在做這個搜尋的時候啊 平常大家在這個搜尋你可能都會怎麼樣就直接把關鍵字就OK了嘛 那你可能沒有注意過右手邊 我們來看看齁 在比如說我們找個 這個好了 這個大家都認識的 你平常這個都看這一塊而已 對不對都看這裡 沒有錯你可以從這邊找到很多啊 但是是不是要自己 自己去過預 所以有點麻煩 但是一般像我們在看百科全書 或比如說 因為像解說科好了 可能一定會有一些 比如說百科全書之類的 我針對我要解說的對象 是不是已經先有一些 基本的知識 基本資訊在裡面了 所以其實你要看一下我們右手邊 原來發現這個 這裡 你們平常有沒有在找這裡 沒有齁 你的不理他 他已經先把你整理好了 你都不知道他提供很多訊息耶 大家都聽過他對不對 可是你對他了解多少 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他爸爸媽媽是誰 你應該不知道吧 他媽媽比較有名啦 因為我們買房地產有那個糾紛嘛 哈哈哈哈 另外 有沒有發現 這樣子是不是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因為他先給你一些基本資料了 所以其實Google他也需要說搜尋你他能夠聰明一點 不要說就是 只單純的就只有 那麼少東西 就讓你自己去過濾 那另外呢 他還有很重要的在下面這裡 他會告訴你 他跟誰有關係 在下面 應該在下面一點點 有一個更多 好在這裡 把他放大 有沒有發現 他告訴你 跟這些人 比較有關係對不對 這兩個 男的你可以不理他嘛 但是你的你就知道啊 跟他是 有過關係的嘛 對不對 那 比較特別是很多人都只看到這裡就沒有 還不夠 因為呢其實你看喔 當我點了他 上面有沒有發現變了 這裡變了對不對 下面有沒有發現都是他的 新聞跑出來了 Google搜尋的結果 而且右手邊 有沒有就是他 那 在這部分呢 如果你想要看明俊傑的點了 有沒有發現 下面就直接變明俊傑的 也就是他希望你 不要一直在那邊跳來跳去的 有些是我們 找太多之後就迷失方向了對不對 他希望 我把你相關的列出來 你要這樣找比較快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稱作知識圖符 所以其實下次你也可以嘗試一下 當然 因為這些東西 這些知識圖符的東西需要人工整理 所以說 通常來講會比較屬於熱門的事件啊 或者是比較著名的 比如說景點啊 之類的 他在那邊才會有 所以如果說你找的關鍵字可能 他在那邊整理好了 也許就是像一般我們看到的 右手邊就空空的 只有左手邊的那些搜尋結果 這樣OK 這樣會的 這個就是 所謂的知識圖符 只是 很多人 沒有特別注意到他 還可以在 進階的在點進去找一些其他的功能